中东启示录6 唐朝任命的波斯王子 穆罕默德之后 阿拉伯进入了正统哈利发时代 29年内有四个哈利发 依次掌管阿拉伯的政教大权 这四个哈利发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 他们都是穆罕默德的亲密追随者 但只有第四任哈利发阿里和穆罕默德有血缘关系 阿里既是穆罕默德的堂弟 又是穆罕默德的女婿 由于穆罕默德的儿子都早早夭折 所以讲究血统的实业派 认为只有阿里和他的后裔 才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 实业派的坚持损害了其他伊斯兰贵族的利益 有实力的穆斯林也希望拥有成为领导者的机会 所以才有了反对血统论的虚拟派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大部分阿拉国家都是虚拟派 因为他们的统治阶层大都不是阿里的后裔 不过也有例外 约旦国王就是阿里的后裔 但约旦基本上算是虚拟派 其实这也没有办法 约旦是个小国 身边是虎视眈眈的沙特阿拉伯 沙特是蓄尼派的霸主 约旦若真是实业派 日子肯定过不下去 在正统哈里发时代 阿拉伯帝国开启了扩张模式 本来这个地区的霸主是波斯帝国和东罗马帝国 但两强常年征战都元气大伤 阿拉伯帝国趁势对两国发动了猛攻 从东罗马手里夺取了埃及巴勒斯坦 公元661年阿拉伯最后一个正统哈里发阿里被刺杀 穆阿维耶废除哈里发的选举制建立了阿拉伯帝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 沃玛亚王朝 因王朝崇尚白衣 中国史书称他们为白衣大使 这时候大唐已经干掉了西图决 朝鲜半岛也基本平定 唐高宗终于答应了波斯王子培路斯的出兵请求 帮助培路斯攻下了波斯的基灵城 并在基灵城设立波斯都督府 任命培路斯为都督 派遣唐军协助培路斯守城 高宗这样做其实也是为了维护唐王朝在西域的霸主地位 阻碍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进一步扩张 公元670年 吐蕃造反 还在青海地区击败了大唐名将薛仁贵 唐军在西域势力萎缩 无暇顾及波斯王子贝路斯 阿拉伯人趁势攻下基灵城 贝路斯沿着丝绸之路逃到了长安 唐高宗对他还不错 不仅封他为又巍巍将军 还替他建了拜火教寺院 只是一直没有答应替他出兵复国 贝路斯在长安郁郁而终 同一世纪阿拉伯 沃马亚王朝虽然还在疯狂扩张 但在王朝内部 以什叶派为主的反对势力 从没停止过暴力抗争 以至好几个哈里发都死于刺客之手 你死我活的内斗 终于葬送了沃马亚王朝 在什叶派和波斯人的帮助下 阿里的后裔阿巴斯灭掉了沃马亚王朝 建立了阿拉伯帝国的第二个世袭王朝 阿巴斯王朝 什叶派翻身做了主人 他们崇尚黑衣 中国史书称他们为黑衣大使 经过几代国王的努力 阿巴斯王朝达到了巅峰 横跨亚非欧三大洲 领土面积甚至超越了当时的唐王朝 当两大帝国都在向中亚扩张 一场遭遇战终将发生